好,接下來老師要介紹 這個二十七體 二十七體是有知道A加B有知道AB 要求A三方加B三方 那第一個你要先對A三方加B三方的公式要熟練 第一個你要先知道說 A三方加B三方是等於什麼 這不是A加B過二三方 這個跟它不一樣對不對 那這個我們說兩項三次 三次可以分成一次乘以二次 那一次的它是A跟B 那中間加了它中間就加了 然後二次會有A平方AB跟B平方 那它中間加它中間就減 其他是加 好,所以這個是等於這樣 所以你要先知道這個公式 那你要求這個 就把這些都求出來就好 那你已經給你A加B 這個知道了 那AB也知道 好,所以你現在要求的是什麼 A平方加B平方 你直接把A平方加B平方 求出來放到這裡面 那答案就出來了 那在前面的我們已經知道說 如果給你A加B給你AB 那求A平方加B平方 這是可以求的 那這三個同時出現的公式叫做A加B 括號平方 會等於A平方加B平方 再加2AB 好,那現在A加B已經告訴你等於6了 所以6的平方就會等於這個不知道 這個不知道 找超 那AB等於4 AB等於4 好,所以你可以 把這個36把這個248移過來 36減8 36減8 36減8的多少 好,就是等於28 好,所以A平方加B平方就是28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28 好,這是28 所以這個答案就是 用這個6 6乘上28減4 28減4是24 6乘024 答案就是144 所以我們算出來答案就是144 好,這個剛好 這個電腦有點錯問題 好,沒關係 我們一樣可以算出來 就是 這是28 A平方加B平方式等於28 這裡就答案28 那今天這個是4 28減4就是24 那A加B是6 6乘以24 剛好是144 所以答案是144 這樣可以嗎? 有問題